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的话 今天这期节目你一定要听 因为前台北教育大学初等教育学系副教授 也是人文展副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 人称阿贵老师的杨文贵老师 就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教导大家 可以如何跳脱那看不惯 讲不听 叫不动的三大教养困境 而且对于坊间很多人所推崇的 让小baby要配合父母做席 所以要定时喂孩子喝奶 训练小baby睡过夜这样的运营方式 阿贵老师也有另外一番看法哦 甚至他还认为说 有些小朋友长大后的行为失当 很可能就跟婴幼儿时期的 这些训练对待有关耶 哈 真的吗 怎么说呢 来 我们先听一首陈雨勋所演唱的Baby Song 等等马上回来与阿贵老师聊 假日午后新享受 汪永和和你一起用心过生活 哈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Pub Radio 与汪永和一起用心过生活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用心人物呢 哇 大家都称他为阿贵老师哦 因为他在这个教育界实在是经验非常的丰富 之前是在台北教育大学初等教育系 或者说是国民教育系担任副教授的职务 那么后来呢到宜兰人文国中小区担任校长 那么之后又创办了人文斩赴教育基金会 那么现在并且是在这个基金会一直担任总监的职务 对教育一直怀抱着高度热情 我们欢迎杨文贵老师 哈喽 您好 主持人您好 还有听众大家好 哇 主持人这么热情的声音 燃起了我的热情参与非常珍惜这样被访问的几回 谢谢我们是被您的这个对教育的热情所感动的 因为您最近其实是旧书又新出来 没错没错没错 做对教养不需勇气 的确 就是要告诉爸妈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对教养 是是是 哎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因为您这书里头提到说呢 我们要来克服这三步亦没有 哪三步呢 就是看不惯 讲不听 叫不动 哇 很多爸妈应该心里都想说 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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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孩子就是这样 所以爸妈就没有耐心了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可是在讲说怎么样可以跳脱出来这三步亦没有之前 我们现在谈谈您说人文斩父 这斩父是什么意思 而且您在这个书的副标题还讲说是阿德勒理论再进化 所以阿德勒理论又是什么 OK 斩父 我们中国人喜欢造词嘛 斩 开斩嘛 父天父嘛 开展天父 容易懂记得 容易记嘛 斩父 那其实就是教育的本质 所有的孩子接受教育就是希望他的天父可以充分的开展 他的副标题叫阿德勒的这个理论再进化 原因它跟这个标题有关 做对教养不需勇气 我想各位特别是在生活里头很愿意阅读的 读书的这些好朋友 在最近这几年阿德勒理论非常的夯 特别有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就是鼓励我们的勇气 后来勇气心理学勇气什么不教养的勇气 一大堆有关勇气的书都出来的 我自己因为从研究所开始就阅读 也熟悉了解阿德勒理论 甚至用阿德勒理论做所谓的儿童的团体智商 多年来也用阿德勒理论在教育界 在学校的场合来教导老师们怎么样去辨别孩子的不良行为 所以他的核心方法是什么 核心的方法是阿德勒他的门徒 从阿德勒所谓的行为目标的理论 阿德勒认为人会被行为的目标所影响 所以他从这个理论他的门徒就开发出来 孩子的错误行为都有他的目标 所以只要老师们找出他的目标或者父母找出他的错误目标 根据不同目标加以因应就可以有办法纠正他的行为 换句话说孩子的错误行为其实是有一些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 没错没错没错 他可能只是想用这个行为来表达什么 是的 比如说很多孩子哭啊闹啊或者是讨好啊都是要引起注意 可是阿德勒他的门徒所说的第一个 那比如说孩子跟你表示一些有一些情绪上面 他可能是在跟你争夺权利 然后提出了四大的一个错误目标啊 其实是很容易懂的 所以他应用的很好 那过去我二三十年在教育界给老师们的使用的时候非常有效 但是放到父母的时候呢似乎呢有一些不够 为什么 那是因为阿德勒理论当中他对于在父母就是亲子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依附关系啊 可能过去没有做比较细腻的探讨 以及他的门徒在这一块没有加以发挥 所以为什么我说阿德勒理论在进化 为什么题目叫做做对教养不需勇气 相对于目前谈到阿德勒就觉得要有勇气嘛 可是我们做一个父母啊 我的看法是如果你做对的 天生父母找回作为父母的初心 你很自然的 你不需要说我要勇气做什么 所以特别用这个题目来相对的去典型说 在阿德勒理论在学校应用非常的好 但是在父母当中的课 他再加一些东西 所以需要再再进化 对因为对孩子来讲 跟父母的之间的彼此的依附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重点来了 那您就说我们要跳脱教养困扰啊 而且这个困扰我相信真的是 十对父母里头大概有九对都会举手说 对真的就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看不惯孩子的表现行为啊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讲不听啊 怎么样叫孩子去洗澡去吃饭 收书包去上学 孩子可能都拖拖拉拉的 都不肯做啊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也是叫不动啊 对不对 那这个要怎么跳脱 其实比较关键的是在展父父母学回头去看整个孩子的发展当中啊 我们现在需要让父母亲回头去看说如果我找回父母的初心 我就要回想说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是怎么带他的 所以从展父父母学他其实分个三个大的段落 第一个段都是零到五岁呢 最基本的 这个基础如果做好的话啊 所有后面都顺利 就轻松了 对 那如果这个基础做不好 大概就会出现刚刚说的这个看不惯 讲不这个讲不听 然后叫不动 这个生个东西 所以是在小学阶段是最多了 因为小学孩子开始有一些行为的主动性啊 甚至有很多的规范要遵守的 最容易让父母亲产生困扰的 但是面对这个小学阶段所碰到的困扰 其实要回头去找到孩子前五年当中所有一些根源 比如说他的身心的节奏有没有被父母亲照顾到 影响他的情绪的稳定 他的依附关系是不是坐得够牢 真正真正的对父母亲的爱有没有信心 再来就是孩子到了有对父母亲有了信心之后的 第三个阶段叫做独立探索的动能 父母亲也没有放手 让他去尝试独立 还是又回过头来替孩子做了很多 依附到这个妈妈的身上或者爸爸的身上 再来第一个阶段就是三到五岁呢 孩子需要有比较多的良好的人际关系 那个阶段他的交友顺利不顺利 是被霸凌的还是自己去霸凌别人的 那这些问题如果找回来的话 到了小学阶段刚刚所父母亲碰到的什么 这个看不官的 这个讲不听叫不动这些问题 相对的可以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 或者就会减少很多 是的 没错 可是我们先来讲依附关系 你说找回父母的初心 通常绝大多数的父母 他们的初心都是 我希望小孩快快乐乐健康的长大 对不对 然后我爱这个孩子 对不对 我满心欢喜的迎接他到这个世上来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来讲 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依附关系 大多数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吧 不是哦 为什么 这个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讲那个从婴幼儿 从人类的发展开始 如果从大脑科学 他在找那个神经的连结当中 他有一种叫做机制 这个机制叫做经验的期待 另外一个叫做经验的依赖 所以经验的期待 就是我在这个时间点 我的大脑神经要接受什么样的刺激 会长成什么样的一个连结 简单的说有动物实验 就是把那个小猫的眼睛蒙住 一出生就蒙住了 等到把他拿开的时候 他虽然所有的四层群是正常的 但是因为没有接受光的刺激 所以他就看不到 所以婴儿在发展阶段当中 从出生开始 我自己很清楚的去研究之后 发现五岁当中有四种重要的 这个教养的方式 让孩子在他的脑神经 可以得到适当的这个连结之后 他就会建立健康完整的性格 举个例子 最简单的 零到六个月的 这是一个概略的划分 就是孩子一出生 他就是一个动物 最基本的 他需要好好的喂养 他需要好好的休息 但是每个孩子个别差异很大 有的怕冷 有的怕热 有的很容易饿 有的容易吃了很久 才会饱这样子 那如果一开始 孩子的父母亲 或者照顾他的人 没有顺着孩子的身心节奏 按照某种规矩 过去有一本书 叫做四个小时定时喂养 一般都是这样讲 小baby大概都是四个小时喂养 但是为了 为了这个父母的生活方便 好管理起见 所以那就只有幸运的孩子 他刚好四个小时的需求量符合 所以他就非常幸福 所以他不需要哭闹 但是两个小时又饿了孩子 他就要哭两个小时 因为妈妈说四个小时才能吃 那你知道一刚出生的baby 他要哭两个小时 那个大脑里面就是一直处于恐惧的状态 他的防卫本能 他的肾上线就会激发出来 所以零到六个月 非常重要的身心节奏的满足 就是顺着孩子 所以你所谓的节奏 就是说孩子他现在是想要什么 他的什么节奏 对 可是那如果说孩子他想吃 妈妈没有满足他 他的大脑是处在一个混乱恐惧的状态 他会哭啊 那猛塞他会怎么样 当然他就也是觉得挫败啊 就是觉得不舒服啊 你压他嘴巴挤他嘴巴也不舒服啊 是这个样子 那可是坊间确实有很多的教养书说 尤其比如说孩子晚上怎么样可以不用喂奶 让他睡过夜啊 对不对 然后爸妈的这个工作就不会受到影响啊 那这种的话算不算不顺着孩子的节奏 这的确是在一个平衡点啊 我们如果说真正的要培养出一个孩子的这个情绪 稳定安全感最最关键的时候 特别不是说你从一出生到五年或六年都要这么做 作为父母亲要把一个新的生命力接下来 其实要有所准备 换句话说我刚刚讲那个身心节奏 很可能是最早的六个月或者是三个月四个月 最关键的这个时间点 孩子是不是足够的安全 他的生活节奏是不是有能够适当的对应 所以那个时间点最好是孩子什么时候想要吃 什么时候累了该要休息的配合他的身心 但是那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特定任务期间 你必须要克服了 像我们防疫期间大家都很不方便 对不对 那就作为一个父母 要培养一个真正情绪稳定安全感的孩子 孩子在一出生的时候 尽量避免以大人为主 而是要以孩子为主 以孩子为主 那问题是大人还是得要上班赚钱养家呀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可以让孩子睡过夜呢 如果这样的话 需要做有计划的生育 换句话说你要配合你的资源系统 有没有爸爸妈妈可以照顾有没有保姆可以照顾 有没有其他的资源系统来支持这件事情 老师我们国家的生育率已经够低了 你这样一讲很多人就更不敢生孩子 我认为没有问题 如果为了政府要提高生育率的话 去大量的补助 那就可以刚刚讲资源问题的考量 让大家都可以请得起保姆是不是 这位用心人物 他最近把一本这个旧的书又做了新整理 而新出这本书叫做做对教养不需勇气 那作者就是人称阿贵老师的杨文贵老师 我们知道这个阿贵老师 其实之前一直有研究阿德勒理论 然后后来呢 自己等于也融会贯通 再发展出这个斩父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然后所以您也创办了这个人文斩父教育基金会 就希望父母能够帮助孩子开展他的天赋 可是在他开展天赋之前 孩子要先能够有足够的安全感 去探索这个世界对不对 那您就说零到五岁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时期 尤其是小baby的时候 那我们刚刚就聊到说 其实是父母应该去顺应孩子的节奏 所以有些父母可能会说 我的小孩子我几个月我就训练他 让他睡过夜半夜不要喝奶这样子的 您会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妥当 就是因为你觉得打乱了孩子的节奏 可是孩子也没哭啊 确实也没哭啦 那不OK吗 我想孩子在没有哭的过程当中 应该有很多的这个 我不太理解的这个部分 所以通常就说 孩子在面对父母亲 譬如说给他一些所谓的类似像训练 他应该有一些替代的 或者是转移他注意力的地方 才有可能不哭 这是我必须要去判定的 就是说一个父母亲他可以让孩子不哭 按照这个父母亲的节奏来讲的话 他可能有其他的这个诱导 或者是其他转移他注意力的方向 所以可能孩子会忽略的 或者不认识自己真正的需求 就会按照这个父母亲看起来 那个大人的步调来去做这个执行 甚至有的孩子是因为你长期训练说 他放弃了 然后就被你摆布了 他觉得反正他哭闹也没用 所以他会形成这个潜藏一种 所谓的忧郁的一个因素在这里面 他对事情就不太在乎了 这样让你摆布了 可是老师像比如说 让他睡过夜这件事情 确实有些父母就提到说 你训练他一个礼拜 他哭一个礼拜 他知道半夜这样哭没有奶喝 他就会乖乖继续睡了 那在睡眠这件事情上头 我确实也曾经看到过一些专家 提出一个理论是说 你把孩子送上床以后 他如果哭 你只要进去确认 他们开玩笑讲说 你看他床上有没有蛇 没有蛇他是安全的 就OK了 你就把他退出来 他说你要从小就培养孩子 自己能够再重新入睡的这个能力 他说否则 如果你父母都是要去 把他抱起来 哄哄他或什么的话 他说这个父母很累 小孩子也没有办法 自己培养出 能够自己去 等于说满足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是这样吗 我不晓得从哪个角度切入 父母很累 减低父母的负担 这件事情 当然是必要的 可是要减低什么阶段的负担 也就是说你是减低 在婴幼儿时期的负担 还是减低这个孩子 后来形成的一些情绪的状态 或者性格上面的问题 到了你十几岁的 他的筒的篓子 你还要再去面对他 我的左眼点 你要前面轻松 还是后面轻松 对 我的左眼点是这样子的 那特别是从大脑的研究 孩子所有的哭声 会刺激他大脑 分泌的这种压抑的 这种受伤线会去伤他大脑的细胞 可是有些老人家都还会讲说 让孩子哭一哭好了 练习肺活量 这个大家可以 因为不同的学者 不同的研究 当然有不同的观点 因为我长期在这个部分 我是下很多的功夫 我也在这个地方非常公开的 我甚至自己有一个 比较玩笑式的说法 就是说作为父母 让孩子哭多少呢 父母亲将来就要哭多少 当然这是一个很难讲 但是我每一次在街上 如果听到孩子在那边 凄厉的叫声的时候 我内心就会揪起来 我觉得说又创造了一个 可能是情绪相当强烈的 或者是一个挫败的父母 这个孩子将来很可能 在社会上面 会带来更多的困扰 可是问题是 很多父母也会讲 那我也总不能够 孩子就拿哭来做武器啊 我就认他摆布了 不是 孩子的哭声 有时候譬如说 他的那个受伤 他的疼痛 他的哭声 他其实很自然的 但是你外加给他的 这个刺激的部分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什么叫做外加给他的 比如说 他本来应该是肚子饿了 但是因为你遵守四个小时 他就饿了很厉害 就是要吃 为什么一定要 要遵守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是谁定的 对不对 只有那个适合四个小时 孩子幸运 我这两个小时饿了人就很天 就不信吗 就那么不公平吗 对不对 所以当然他要哭 是你外加的 但是父母亲把孩子的哭声 当成是威胁 当然是要求 其实是我觉得 最可怕的一个想法 孩子的哭声 是他的求救声音 除非你不是他的父母 所有全世界 跟这个孩子最关系的 最亲近就是父母啊 今天他为什么哭 一定是他碰到困难嘛 有困难 父母不救了 谁来救他 你现在讲了 这个应该是针对 还不会表达的小婴孩 还是说到五岁之前 我们都应该抱起 其实在小学阶段 甚至于到了青少年阶段 孩子的哭声 都代表他求救 但是他是要 用什么方式去帮助他 可能很复杂 可能确实他已经养神 用哭声来威胁你 某种程度来讲 也许 可是这个过程 是怎么造成的 是在什么时候 你让孩子学会的 用哭声 来威胁你 来要求你 来诛此类的 这个脉络 其实要回头去点出来 或者是把它解开来之后 重新再做处理 对或者有些父母 也会讲说 你太焦了啦 对不对 这种是有什么好哭的 你就是故意要 这样子撒焦 这样子焦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就不要让你那么焦 我就让你知道 说你这样哭也没用 好那您说 重点是要去看 那个源头 怎么形成的 是是是 那怎么看呢 所以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可以立刻回应 哭声有很多 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哭声 另外一个是 后天学习来的哭声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 这样的哭声 其实父母亲 真的是很难辨识 对 所以你要说 我们要去找源头 所以就要看孩子 到底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 比如说他在婴幼儿阶段 我这本书都有写 对 几岁的孩子 需要处理什么问题 那么几岁的孩子 处理什么问题 到了小学阶段 这个是一个 从5到11岁 这阶段里面 又有一些主要的步骤 比如说从 我们讲的叫做 5S的这个性格条域 比如说有Space 有这个Smart 或者是Sweet 有各种的策略 所以必须要去 区变的是说 这个孩子 他在使用哭声 到底他这个哭声 是因为你给了 他这个满足之后 就消除了 还是他这个哭声 你给他的满足之后 他依然继续存在 如果依然继续存在的话 那表示 并没有真正的 解决他的问题 那他用哭声来吸引你 那你看看到的是 他现在这个满足 这件事情 我们常常说 让孩子教 我们怎么教他 我们需要了解说 他这个东西 现在碰到这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困难 是真正 他是真正需要被解决 还是他有一些想法 比如说被吸引了 比如他现在跟你吵着 要玩这个什么 吃什么冰棒 或者想要喝可乐 看手机 对看手机 这一些 那这些其实会回到的是说 当孩子出现 这些行为的时候 父母亲过去 是怎么用方 什么方式去对待他的 许多时候 如果父母亲没有在更早之前 做好这个教导 或者应对的方式的话 那么通常呢 在忙碌 或者是没有有效方法的时候 孩子只要用哭闹的方式 去满足他一次到两次呢 他就会持续用这个方法 老师你这样讲 我觉得很多听众 应该听得不撒撒 你又说不能够 这个因为他哭闹 就去满足他 然后你又说 哎呀 他哭闹 就是一种求救的讯号 所以比如说啦 假设现在是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问题 他现在要手机 苦恼求救 我们现在讲 这个是多大的孩子 对 没关系 就是小学 最普遍的 小学三年级要手机 他跟要手机 我们不满足他手机 对不对 但是他在求救什么 我太无聊了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 你看什么角度去看 我不是要继续满足他 觉得他哭声 然后塞手机给他 我的孩子 现在已经手机成瘾了 或者他只要靠手机 才能够满足他的 那种无聊的部分 人生需要探索 还是很好奇 所以如何创造 新的生活经验 让孩子不要再用手机 不要为了要手机 用哭闹的方式 就是真正的 对他的哭声 有那种求救的感觉 积极的去解决问题 对耶 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也是 他其实因为没有手机 他就觉得痛苦了 那我们怎么样 去解决他这个痛苦 又不给他手机的话 我们怎么别的 让他不痛苦 没错 而可以感觉到 快乐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他依然是求救信号 就是因为他有困难 但是他用的方式 让你不舒服 所以我们需要协调 所以父母亲 真的是需要学习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 对 所以需要学习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继续来学习 好的 马上回来 假日午后新享受 汪永和和你一起 用心过生活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Pub Radio 与我汪永和一起 用心过生活 今天我邀请到的 这位用心人物 是人文斩赴教育基金会的 创办人杨文贵老师 人称阿贵老师 最近你把之前写的一本书 又做了一番整理 然后再出是叫做 做对教养不需勇气 那里头就说很重要 你只要做对教养的话 孩子真的就可以讲得听 叫得动 对不对 然后父母也可以做个 很优雅的父母 没错 但是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例子 小学三年级 他想要玩手机 父母当然就不肯 他就哭 你说那不能够就这样子 被他威胁对不对 好 所以父母应该要用别的方法 来满足他的需求 就是他无聊的需求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父母应该怎么说 怎么做 刚刚讲的无聊 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种 可能原因 我们转父父母学 对一个孩子问题的程序 会去追根塑底 会回到他前五年 零到五岁 四大动能的发展 我刚刚说过了 零到六个月 是他的身心节奏 如果父母亲 顺着他的身心节奏 他的情绪会比较稳定 那看起来这个孩子 如果会用哭闹的方式 除了后天的学习 他的情绪是不是稳定 这个有打一个问号 换句话说 爸爸妈妈照顾他 在前面的六个月 有没有顺着他的节奏 就是要回头去看 要去问 再来 依附关系 从六个月到一岁半 这个是所有的婴幼儿 他最需要有一个 稳定的照顾者 而且这个照顾者 要顺着前面的身心节奏 照顾他 如果父母亲照顾他 虽然很多的关怀 但是用父母的角度 去恶意的 刻意的去调整他的话 这依附是不够安全的 不够放心的 所以这个依附关系 也会影响孩子 透过想要用手机 去取得父母亲的关注 去满足 或者是想办法 去让父母亲同意他 给手机证明妈妈是爱他的 这是依附的问题 第三个 独立探索这件事情 就是孩子从 这个一岁半到三岁 如果依附稳定的话 所有的人的 就是孩子的手脚 视觉听觉都发展的时候 他需要有独立来去探索 我这个想要弄想要弄 比如说两岁的孩子 想说妈妈我要自己倒牛奶 可能很多父母亲 怕他倒翻了 就说不行不行 其实就影响了 他独立探索的机制 一个孩子在这个地方 如果独立探索的机制 没有被充分的鼓舞的话 他慢慢的都学习 反正等待嘛 有别人帮你做嘛 反正我做不好啦 人家来帮我弄啦 没错没错 所以他进入小学之后 他的学习胃口会变差 最后只有手机会满足他 所以又可能是因为 独立探索不足 会沉溺在这个手机的上面 第四个原因就是 三到五岁呢 是很重要的人际的互动 如果这个孩子 有很多好的朋友 很多人 他其实不太会被手机挡住 就跟着朋友去玩的 那也有可能是 他的为了这个 有限的所谓的人际关系呢 为了连在那个 同样玩手机 手游的这一群 对我朋友都玩我不玩 他们会觉得我是怪咖 换句话说 一个三年级孩子 用哭闹去要手机这件事情呢 我们会鼓励父母亲 好好读这个 展父父母学呢 回头去看 到底他是哪几个 这个动能当中呢 这个在发展过程当中 需要重新调整 那根据每个动能 我们都有这个相对的策略 来知道了 对 再次我们要告诉我们 听众一个好消息 我们这个阿贵老师 非常的大方慷慨 他今天特别带了五本书 对 要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记得 我们把这个答案简讯 传送到0989628628 0989628628上头 写上答案 那问题就是 请问阿贵老师的新书名称 是什么 那你就写上 用心过生活 冒号 然后把这个书名 做对教养 不需勇气 写上去 传到0989628628 我们就可以抽出 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来得到这本书 那但是阿贵老师 刚刚提到了 零到五岁之前 很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依附关系 有没有让他独立探索 这等等的 那所以我相信 如果现在是这个 家有五岁前幼儿的父母 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那他们应该怎么样的 对待教导孩子 可是假设这个孩子 前面 他真的没有 先拜读到您的大作 他真的就是 可能前面有一些的 这个疏忽 所以让他三年级的时候 为了要手机而哭了 那怎么办 他也不可能 做时光机回到过去 去改变他过去的 所作所为 那怎么办 所以这本书 有治标跟治本的方法 所以治标的方法 就是先解决当下的困扰 怎么样跟孩子 做适当的沟通 提供了一个三段六式 三个阶段 就是先跟孩子 建立良好的互动的关系 然后第二个就是 回馈孩子 看看你到底要什么 那我的立场是什么 目前状况是 所以老师 我们来演练一下 来 假设我就是那个 三年级的孩子 我就跟你讲说 我要手机 你不肯给我 为什么 你看那个 给屁桌的 那个小朋友 他都可以有手机 为什么我不能玩 我就开始哭起来 然后呢 对啊 妈妈看到你 哭得好严重 好伤心哦 就是想要手机 对不对 对啊 我要啊 对啊 你手机玩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可不可以让妈妈知道一下 我去玩游戏啊 你都知道的 对 玩游戏会让你非常的快乐 对啊 不然我干嘛想玩 那知道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 我们妈妈想让你知道一下 我们这个时间点 刚好准备要去 做什么事情 刚刚你也答应了 我们要一起下去 这个买东西 然后要去煮菜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商量一下 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你先帮妈妈去把这个菜买回来之后呢 妈妈在做菜的过程当中 先帮妈妈做了什么时候 然后接下来换你来做这个事情 我不要 那么热 你自己去买菜 可是刚刚你已经答应妈妈了 那可是我可以反悔啊 你可以反悔啊 那看起来你这个反悔的状况呢 就导致我们接下来的事情不能做 该怎么办 那等一下晚上就没得吃了 没关系 我不要吃 我不要吃 我有手机就好了 我不要吃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这个手机呢 看起来因为你现在呢 不能够做下一个部分 那暂时妈妈要把这个手机保管 为什么 那我去做你也没有要给我啊 你做了我等他能给你啦 那看你怎么办 你要不要做这个动作 你做的妈妈一定当然 为什么 那你看那个隔壁的那个 他都没有要做这些事情 他妈妈就给他玩手机 我了解那隔壁的 那隔壁的是谁 你要不要让妈妈认识他一下 我们去研究他也可以啊 我们当个朋友再聊一聊 到底为什么 而且说不定可以有方法 让你真正的达到这个目的啊 妈妈很容易去认识他哦 这个就是先让他觉得 你没有把他的要求 否决掉 完全的距于千里之外 对不对 有一些对话啦 这是解决当下的这个问题 但是有一些温和坚定 三段六事就是说 你要跟他了解他 然后你把这个所有的相关的关系 你的讯息 这个事情有什么后果 你没有做有什么后果 那我了解你需要这个部分 我讲清楚了之后 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温和要坚定 我们现在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没有做的话 就摆在那个地方 再让大家面对这个后果 但是有时候吸引他 转移他的注意 你讲到谁 讲到谁 那也表示关注 没有去否定他 但是这个孩子的真正的 这是治标的方法 当下比较没有困扰 但是真正的治标是 这个孩子本身 治本的部分是 他可能跟父母之间的信赖度是不够的 他透过这个耍赖 或者透过去予取予求去要求妈妈来配合他 来证明他是爱他的 有这么深的潜台词 非常非常 就是所以要回头去看早期的依附关系 所以有可能 面对这样的孩子 除了治标以外的 有一段时间开始要回补他的依附关系 怎么回补法 回补的话就有很多的 会看起来是一般大人很难理解 就是有很多的部分是 让孩子的需求可以得到适当的满足 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接纳 更多的让孩子真正的安心 有时候孩子会看起来是 好像是过度的予取予求的 父母亲要顺着他 因为过去的五年你都没有照顾他 过去都是以你为主 比如说有的父母很可能是一个很认真的妈妈 就学了一套方法 认为好好的培养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他换句话都是以你为主 那他现在已经六岁七岁了 你有六七年他是以你为主 现在你用一年的时间以他为主有什么不对 那我不会让他更骄纵吗 不会他只有真正的重新认识到 妈妈是爱他的时候 他才会放下这些方法 真的吗 而且他有期限 你青少年以后再做就更困难了 可是他不会觉得说 你看我现在跟妈妈说要什么 他都会给我 而且甚至给我double的量 他不会更加的觉得说 对我就是家里的小霸王了 我要什么爸妈都会给我 这里面有很细致的对话 让父母让孩子知道说 我爱你我提供这些是我非常爱你的部分 我知道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但是我了解你现在需要 让你看到爸妈妈对你的爱 所以这个地方在给他的满足当中 不是直接就是没有目的的给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做亲师会谈 跟妈妈讲说你要改变的时候 回去一定要跟孩子说 今天我跟老师开会 我学了一课 我要做一些改变 很多时候父母的改变 如果没有告诉孩子说 我为什么要改变 孩子会以为理所当然 不看在眼里 对啊而且孩子可能还会觉得说 你看吧我这招就是有效的吧 对不对 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 父母亲说因为我上了课之后 我现在知道你需要满足 过去六七年以妈妈为主 我要求你太多了 我现在要想办法以你为主 要把这个东西点破 会不会有些孩子就拿这个东西来做这个另见了 然后这个爸妈有点犹豫的时候说 你过去都没有以我为主 你现在答应我 你这一年好好以我为主的 这个是会给很大的考验 人性的部分真正在孩子的过程当中 如果真正感受到父母亲对他的好的时候 等到慢慢的孩子的行为造成父母的影响 比如说我已经相信妈妈是爱我了 然后妈妈有一天跟他跟他说 孩子这一年这两年我真的很累了 我为了你你看妈妈销售的 或者妈妈怎么样子 或者爸爸怎么样子 那个孩子会感动 孩子会开始改变 照相在情感勒索啊 不是 他就是很自然的回馈啊 他不叫勒索啊 因为我确实为你付出了 然后当孩子真正的把情感放在妈妈身上的时候 你对他才是真正有影响力 你的行为 你的痛苦会跟他连在一起 他觉得你痛苦就是他痛苦 这是我们要造成父母之间连结 真正的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 他才会有同理 真正依附你才会有同理 是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本书里头真的有很多 非常实用的 对细腻的教导 有别人一般看法的一个论点 对 然后这个如果你觉得孩子看不惯他 你讲了他也不听 然后你也叫不动他的话 这本书做对教养不需勇气 真的就很值得大家看一看 同时我们的阿贵老师要送出五本书 给我们的幸运听众 我们再次的告诉大家 你只要这个写上用心过生活 然后写做对教养不需勇气 也就是阿贵老师的新书名称 做对教养不需勇气 再把你的答案传送到0989628628 0989628628 你就有机会得到这本书哟 好 我们要先恭喜这五位姓名的听众 也非常感谢阿贵老师 您的精彩的分享跟慷慨赠书 谢谢您 好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您的收听 不要忘记下周日中午12点钟 Pub Radio 网友和继续与您快 用心过生活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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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